一年一度的現金分享計劃今年何時開始派呢? 行政會3號就公佈時間表 只要是2017年12月31號持有效或可續期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就有資格領取了 發放金額不變安排亦與往年差不多 由7月份開始發放款項會率先完成可以自動轉帳的部分 然後按照出生年份市民會在指定的日期內陸續收到支票信件 而行政會亦都完成討論修改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的法規草案 放寬申請條件給更多的低收入人士受惠 提中原來規定申請人需要在上一個年度終結之前 已經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陸為受護人士 就修改為在申請補貼的季度裏面 在申請補貼的季度裏面 已經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陸的為受惠人士就行 已經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陸為受惠人士就行 這個收惠是使用剛剛完成的培訓稅入職場的一些殘疾人士 和一些其他全職低收入人士也可以受惠 另外行政會表示將會取消有關臨時性殘疾補助津貼措施 轉為統一領取社保制度下的殘疾金 金額維持每個月3450元不變 同時鑑於澳門大學博士生的人數不斷增加 行政會亦都修訂相關的行政法規 擴大博士答辯委員會主席的權限 促進整個答辯環節能夠有效進行 推出了一集倘序 期待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陸先生的 honeymoon 有的未來帶著大博士們主義主義 禁止時間 期待在社會審議中 成等一集中 週末年二集中 期待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陸 禁止職做抗議之中 許扮過 第二集中 包括